做个变更吧 也许自己再练习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针对那个业务 我要针对是产业别 我要针对是产品 或者是针对客户 可能就是针对不同的栏 然后我要做资料分割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其实方法都一样 不外乎就把那一栏移书重复 然后再来的话 针对他移书重复的总共的项目 去做筛选 然后把筛选完之后的结果 就把它放到个别他们的工作表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是很简单的 反正就是 所以你会很快可以做工作表的资料分割 可以按照你要的那一栏 甚至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移书重复 跟那个什么筛选 这两个甚至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可以不用把它分两个动作 反正这个可以看要不要把它合并一下 怎么合并会比较流畅 或许你可以在找工作上有的这相关的案例 反正多演练 程式真的没有几行 反正就搭配来搭配去 大概这样而已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 刚刚是什么 做一个批示的动作 有没有 就是整个一次就总共六个 那如果说今天 我假如说我要的这个效果 并不是要批次的 我不要一次那么多了 我现在只想看某一个业务人员 比如说我只想看到其中 当然这个地方就不需要移书重复了 这个没有没关系了 那我就希望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的话 可以跳出一个让我输入的地方 那个输入的地方就是说 它可以输入什么呢 输入哪个业务人员 那我只要把那个业务人员的资料 带出来就好了 OK 不是批次性的 而是个别性的 那这里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不需要 这个 但是怎么样做单次的筛选 按下它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跳一个input box 当然未来你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改成像用表单 可以 只是说表单要比较麻烦 要画个表单 然后还要画一个文字方块 还要画个按钮 动作会比较多 可是表单可以查的东西 以后如果说你要查的条件 比较复杂的话 那你又可以很多个条件 或者甚至可以用下拉清单的方式 让人家直接用选的 如果不是的话 他这边跳出请输入业务名称 比如说我就输入那个名称 随便我找 我想要找老王的 OK 那当然你就把那个老王的资料 把它输入上去 按着确定老王的资料就要过来 有没有老王在这里 不过可能要考虑一点 如果你输入的时候 未来还要考虑到房呆的部分 什么叫房呆 第一个他如果没有输入 就按确定会怎么样 一定坏掉 为什么 这个就挂了 因为NAM不可能没有东西 所以后面可能要再考虑到房呆 那第二个可能要出现就是说 那如果他找完之后 里面根本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 你在新的工作坊给他 那也没意义 应该是没资料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如果你按下去 直接输入老王会怎么样 应该也是错了 老王已经存在了 那你还找老王 有没有 按确定 他会出现什么 名称已存在 增错一下 名称不能叫老王 所以至少会需要有三个房呆 第一个名称不能一样 第二个一定要输入资料 第三个如果查不到资料 那你应该就不用再往下查了 OK 那这个地方 第二部分我们要做房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单一个单次查询的功能 那其实单次查询功能非常简单 一请你先切到VidoBasic 二的话呢 一样我们名称叫做筛选业务 那这个筛选业务 其实顶多就是多了一行 哪一行 其实Enter一下 这样 其实筛选业务嘛 然后呢 顶多就是多哪一个 多Input 这一个筛选业务 请输入业务名称 后面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刚刚写的拿来用就可以了 哪些地方呢 其实主要 你就拿Fore回圈里面的这几行就可以了 Fore回圈 因为回圈是一个两个三个六个吧 那我们其实不需要跑回圈 所以你一可以把Fore回圈里面的东西复制到这边来 贴上 缩排可能太右边了 所以你可以按Shift加Table 让它凸排退回去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理论上什么 输入 请输入一个名称到X 所以要特别注意 add 一个新的到后面之后的话 那这个.hand 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取 把X这个变数呢 就丢给.name 有没有 直接丢给他 那名称 比如说老王 帮我找一下哦 那我就帮他什么 第一步先新增一个老王的工作表 OK 第二步的话呢 一样 那我们就Auto Filter 那Filter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一样这个名称的话 也把它改成X 他要找的是这个X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找到之后 帮我把它扣过去 Auto Fit 好像基本上都完成了 OK 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就放回圈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把这个 改成X一个 两个 其他应该不用改 按F8看看 好 也请输入 然后就 一样就把那个老王给打上去 老王 好 然后按确定的话呢 他就 透过这个Input Box 取得老王 所以在X里面就放一个老王的字串 然后就新增一个工作表给他 叫做老王 所以有空的嘛 再来一样呢 去筛选 筛选的话 特别是要去找老王 OK 然后呢 帮我扣过来 扣到A1 自动调整栏宽 好 这样子 不过好像还差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帮我切回去吧 你看他过来 最后可能再补一行 补什么 把那个 应该再补这两行吧 看这两行 有没有 就是把游标再切回到第一个 然后呢 并且什么 就把Auto Filter给关掉 这样子呢 相对的会比较合理 所以 这个把它 这个切回去 然后再把那个 不过其实切回去 这边去的一好像都多余的 这个已经切回来 你干嘛还去的一 不用了 OK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没关系 把它恢复回来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多一个 这个老王的部分 有没有 OK 那只是说呢 后面会有三个可能的防呆 如果你不处理 那就会出错 有没有 第一个 如果老王存在的话 那怎么办 你应该先判断是不是有 一样的名称 如果有一样的名称怎么办 怎么处置 他为什么会再选 再再输入一次呢 可能的状况应该是什么 他想要把新的资料 也许前面资料更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他重查 所以一般是什么 干脆如果老王存在了 那我就把老王先删除掉 然后帮他重查 重新再产生一个新的给他 这样好像比较合理吧 假如是这样逻辑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改 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怎么办 第三个呢 如果他找完之后 没有找到要的资料 所以这三个可能要防待一下 要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这地方 主要应该也没新的 就只有这一行 叫Input Box 请输入业务名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批次查询 改成叫做单次查询 OK 单次查询 然后单次查询的话 基本上就拿刚刚批次查询的结果 程式基本上 放回圈里面的那几行 改一下 然后最后那两行放过来 基本上就OK了 试一下